巴黎劇院推出了一個全新製作 叫做《一個美國人在巴黎》 這個作品改編自同名電影歌舞片 這部電影被美國電影學會選為 百年百大歌舞片 巴黎這次演出邀請了 紐約勢力芭蕾舞團 還有英國皇家芭蕾舞團的首席舞者 共同搭檔演出 劇中的主題曲是經典的爵士樂 超強的卡斯加上充滿記憶的旋律 格外因人矚目 兩大芭蕾舞團的首席舞者 在法國巴黎演出 這一齣舞台劇改編自歌舞片 《一個美國人在巴黎》 巴黎是一個城市的城市 是一個地方 where art is in the center where art is playing a major role 這也是這個故事在我們 除了是一個戀愛 是一個故事的故事 《一個美國人在巴黎》 原來是美國的一部歌舞片 被美國電影學會選為 百年百大歌舞電影 劇情描述1950年代的巴黎 一位富家公子跟一名年輕貌美的交際花 墜入愛河的故事 主題曲《I Got Rhythm》非常受歡迎 是爵士樂的經典曲之一 也是改編成舞台劇的重要元素 《集合超強卡斯》 《經典歌舞片》 《班農電影》 《集合超強卡斯》 經典歌舞片搬上舞台 再次吸引觀眾目光 再次吸引觀眾目光 次回吧